最有不错之人感受 就像刚才三位小伙子 最后说的铿锵有力的那一句话 只要祖国一声召唤 你们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往前线 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的 坚少和无数的奉献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 王大伟老师一家 说起王教授可以说 他们一家三代 是用忠诚为祖国献礼 更是以弱者没有失败的权利 作为家训 一直传承着这种坚韧不拔 宁死不屈的品质 他的梦想就是让平安 走入到千家万户 我是王老师的朋友 因为他在电视节目上 传达的那种安全知识 还有他所评论的一些法治节目 我都特别喜欢 那我特别想问王老师 您到底生活在什么样一个家庭中 我是北京人 但是我们祖籍是山东人 我的父母都是山东的老农民 我的母亲是我们国家 第一批宇航员的保健仪 我父亲他是一只马枪 四颗手榴弹 跟着共产党打天下 有一天早晨 一个战友死在我父亲的怀里 这重伤死了 所以当时我父亲就说 我一定要去学医 我来救助我这些战友 我们党组织就把他派去 上了北医 后来又上了苏联的基洛福军事园 谢谢 父母很厉害 一般都会对孩子要求很严格 您的家庭是这样的吗 是 我生下来的时候 心脏没有尖 现在叫二肩瓣缺损 那个时候手术是没法做的 我的肋骨都要隔断 后来呢 我又得了严重的肝炎 我住过六次医院 每次医院都在半年以上 我不知道我的前途是什么 我就问我爸 我说爸 你看我都这样了 我怎么办 我爸说了一句话 我记了一辈子 我爸说你要真的有病 你就不要让别人知道 所以我到现在 我没有上过一节题课 谁也不知道我有病 后来呢 我就在医院里学了外语 在医院里背了很多古书 我的所有的病友 都是我的老师 我爸爸今年85岁了 到目前为止 我爸爸从来就没夸过一句 我记得是哪年春节的时候 问我爸 我说爸 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呢 我爸说是啊 我说那我演了 这么多年这好作品 我说你为什么 从来就不夸我呢 他说你想让我夸你什么 爸爸夸你是没用的 观众夸你才是重要的 我跟他妈妈对太阳 要求也是很严谨的 我觉得家风家教 真的对中国人 每一个的家庭都很重要 所以说你别埋怨 我和你妈对你非常严格 你恨我也没有用 刚才小条哥也介绍了 您家是一家三代 用忠诚为祖国献礼 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 其实严格地说 这叫我们家三代人 回国带的礼物 我的祖父啊 十几岁 就在当时叫汉城 在那个地方打工 七七事变的时候 他就回到祖国 他一上岸呢 就被那个日本宪兵给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 吊在房梁上啊 坐飞机坐老虎凳 是七天七夜 没有给饭吃啊 眼看生命就不保了 为什么呢 我这个祖父啊 他回国的时候 带了一双棉被 这个棉被呢 被我们家族叫做 抗战棉被 因为它那个里边 不是棉花 是咱们八路军呢 急需的这个药棉 那么为什么 他最后又得以死里逃生呢 就是我爷呀 十五岁就在韩国呀 他从小会说日本话 结果这些个日本人 审他的时候啊 他都能听懂 所以他就和这个日本人 斗智斗影 最后得以脱身 这是我们家第一代人 带回国的礼物